这一年我们投资者从新闻里听到最多的词恐怕就是美联储加息 那关于美联储加息的原因和影响影片的铺天盖地 但是很少有能真正把里面具体操作原理解释清楚的 大多数的新闻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 美联储调息的过程特别的简单 它开会说把利息定位多少就是多少 然而我们很多人其实不知道的是 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有趣和复杂 里面光涉及到的利率种类就高达五种以上 而且这些调息的方式在历史上也发生过重要的改变 我认为理解美联储调息的具体的原理和历史演变 对每个投资人都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涉及到非常多我们经常看到 但是不一定明白的重要概念 搞懂了这个话题 你就能很大程度上搞明白当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基础 那在本期视频呢 我就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 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美联储到底是如何调整利率的 OK 我们这里暂停一下 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感谢一下我最喜欢的笔记软件 Millionote对本期视频的赞助 那很多观众一定会注意到 我视频里老出现各种思维导图 时间线和调研笔记的镜头 经常有人问我用的软件是什么 它就是Millionote 那我每做一个视频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调研 跟很多人一样 我的思维是跳跃的 喜欢在笔记上乱写乱画 我不喜欢被固定的格式限制 我会用很多视觉符号来呈现想法 我心中完美的笔记软件 就应该像我们常在电影里看到那些 侦破按键使用的黑板 那Millionote就是这样的一个软件 它强调视觉呈现 有大量的模块帮我去呈现想法 收集和整理材料 它的架构非常灵活 你可以自由发挥创意 也可以使用内置的精美模板 当然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去设计自己的模板 那Millionote有网页版 桌面软件 手机和iPad App 那它也支持分享和协作 那关于它的使用呢 我之前专门做过一个视频 我强烈推荐大家使用视频评论区的 链接注册免费账户来尝试一下 这是对我创作的一个支持 那它分为免费和付费两个版本 两者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存储空间的不同 那我在Millionote赞助我之前呢 我就已经是它两年的付费用户了 我认为它给你带来价值 远远超过它的订阅费用 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视频的主题 那咱们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利率 什么房贷利率 车贷利率 信用卡利率 商业贷款利率等等 然而这些都不是美联储调整的利率 美联储调整的是一个叫做 Federal Funds Rate的利率 中文叫做联邦基金利率 它是银行之间相互借贷的利率 那这种借贷呢 是一种非常短期的贷款 往往只借一个晚上 所以它的利率呢 也被叫做Overnight Rate 隔夜利率 或者叫做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 那对咱们今天聊的这个Federal Funds Rate 一般人会有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 银行为啥要相互借钱 第二 银行间借的是什么钱 第三 既然这个Federal Funds Rate 是银行间借贷的利率 凭什么美联储说了算 美联储到底是使用什么方法 来控制这个利率的 那想要回答前两个问题呢 我们必须要搞明白 普通的商业银行 和中央银行的关系 这是我们理解美联储利率调节机制的重要知识前提 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关系 跟我们普通人和商业银行的关系类似 我们每个人主要拥有的钱其实就是两种形式 第一就是拿在自己手上的纸币或者硬币 第二种就是以电子记账形式放在银行里的存款 对商业银行来说也是类似的情况 商业银行拥有的纸币和硬币 大多数都存在自己的保险柜里 而剩下的钱呢都是以电子形式存到了他们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账户上 中央银行相当于是商业银行的银行 那每个银行在央行上的账户呢叫做Master Account 那这个Master Account其实非常的有趣啊 我们视频的后面还会涉及到 那这些商业银行存到央行的钱叫做Reserve 被翻译成准备金 那因为这些准备金是存在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 所以他们也被叫做Federal Funds 那银行间相互借的钱就是这个Reserve 或者说叫做Federal Funds 而这个借款的利率就叫做Federal Funds Rate 那关于这个Federal Funds Rate的概念呢 我们视频后面还有所扩展 那现在为了方便表达呢 咱们就把它简称为FFR 那银行为啥要相互借这个Reserve呢 这个解释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表面的原因 一个是本质的原因 我们先说大多数人理解的表面原因 很多国家都要求商业银行 必须把对应客户存款一定比例的Reserve 存到央行的账户上 来确保银行能够满足客户的取管需求 那这个比例呢 就是我们常听说的那个准备金率 银行按照这个准备金率的要求 存在Master Account里面的Reserve 叫做Required Reserve 法定准备金 那如果一个银行存多了 那超出的部分呢 叫做Access Reserve 超额准备金 那当一个银行发现自己的Reserve 低于法定要求的时候呢 银行就需要从别的银行那里去借准备金 来满足这个要求 那借贷这部分准备金呢 就是来自于其他银行的超额准备金 那很多人把银行之间的借贷原因 单纯的解释成银行为了满足法定准备金率 而采取的行为 那这个解释其实非常的表面 原因很简单啊 美国从2020年起就已经取消了准备金率的要求 所以在美国已经不存在所谓的 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的概念了 但银行依然存有准备金 而银行之间也依然在频繁的进行相互借贷 所以无论有没有这个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 银行存有准备金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为了满足银行客户的取款和转账需求 保证银行能够正常运转 那准备金不够了 银行就得想办法去凑 而向别的银行去借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 那好我们回答了前两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回答 美联储到底是如何来调整这个FFR了 FFR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借贷利率 那美联储确实没有权利去做出规定 所以想要弄懂美联储控制这个利率的方式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搞明白 银行和银行之间是如何决定这个FFR的 利率本质上就是借钱的价格 或者说是钱的价格 同经济中大多数价格一样 FFR也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 那这个关系可以反映到这个图上 那这个横轴代表准备金的数量 纵轴代表利率的数值 这是准备金的需求曲线 它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 我们一会再说 你需要知道的是 就是如果这条曲线向右平行移动 就代表对准备金的需求增加 向左移动就代表需求减小 这条线代表准备金的供给 它是一个直线 下面和横轴的焦点 就代表实际准备金供给的数量 同样的当供给线向右移动的时候 代表供给增加 向左移动代表供给减小 那这条供给线和需求线相交的点 就代表供需平衡的点 而它投射在纵轴上就代表FFR 那咱现在通过移动这两条线 就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供需变化对FFR的影响 我们假设市场上准备金的供给不变 当需求增加的时候 它们的焦点就会向上移动 FFR就增大了 反过来FFR就会减小 那假设准备金的需求不变 当供给增加的时候 FFR就变小了 反过来FFR就变大了 这是不是很简单 那看到这聪明的你就肯定猜到了 如果美联储能参与到这个公开市场上 去影响里面任意一条线的移动的话 它就能够控制这个Federal Fund Rate 在08年之前 美联储用来影响利率的公开市场操作 就是控制这条准备金供给线的移动 那为啥美联储能够控制准备金的供给呢 这个Reserve准备金它本质上是钱 而美联储就是那个所谓印钱的 当美联储想要增加市场上准备金的时候呢 它就会高价购买银行手上持有的美国国债 以及其他的债券 然后把银行的Master Account上的准备金数字呢 直接增加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印钱的过程 那银行有了多余的准备金之后呢 就可以去借给其他的银行 反过来 如果美联储想要减小准备金的供给 它就会低价把这些债券卖给银行 把准备金收回来 或者更准确的说 把准备金消灭掉 这其实就是货币销毁的过程 好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呢 是美联储影响FFR的最基本的市场原理 但是原理归原理 美联储在真正操作的时候呢 要比这个复杂且有趣的多 那美联储具体影响FFR的方式呢 其实有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直接参与到市场的操作 就是大家老听到的那个 Open Market Operation 公开市场操作 那美联储里面来决定 这个公开市场操作的这个团体 就是咱们老从新闻里看到的 那个FOMC 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 美联储用来影响FFR的第二大类方法 就是动用政策手段 美联储是没有权利规定 FFR具体是多少 但是他们有权利控制他们说了算的几个特殊的利率 通过调携这些利率呢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倒逼银行间借贷的利率 同时美联储的操作手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明显不同的操作 而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这是银行可以用来借贷的超额准备金的历史变化图 我们能看到08年之前这个数字很小 也就是说08年之前准备金的借贷市场 是一个供给稀缺型市场 那为啥它会稀缺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当时的美联储不会向各个银行存在 Master Account的准备金支付利率 然而呢 银行又因为准备金率的要求 就必须存有一定的准备金 那这对银行来说就白存 相当于一个变相的惩罚性征税 所以银行就会选择尽量只存够那个法定准备金 能不多存就不多存 这就导致超额准备金的数量很小 而08年之后 这个市场就从一个稀缺型变成一个供给过剩市场 首先的原因就是 美联储大量的进行QE 也就是所谓的印钱来刺激经济 导致准备金过剩 其次美联储开始向银行在Master Account存的准备金支付利息 那这个利息呢 有两个名字 针对法定要求准备金的利息叫做IORR Interest Rate on Required Reserves 那对超额准备金支付的利息呢 叫做IOER Interest Rate on Access Reserves 那这两个利率都是美联储有权利决定的 那当时专门把这两个利息分开的主要原因是 能真正影响准备金接待的 其实是那个超额准备金 通过控制这个IOER就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间借贷的利率 那这个我们一会会讲 但是有意思的是啊 美联储后来对这两个利息一直设置都是同样的利率 所以他们的本质上的区别就不存在了 那我们之前也说了 2020年美联储又取消了准备金率的要求 所以干脆也就不存在什么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的概念了 所以这两个利率就从2021年起合并成一个名字叫做IORB Interest on Reserve Balance 那咱们为了描述简单啊 咱们这个视频无论是对08年以前还是以后 咱们就只使用IORB这一个名称 当你从别的资料看到IOR2和IOER的时候呢 你知道它们是啥意思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08年之前的准备金供需曲线 很显然由于当时准备金是稀缺的 美联储只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 稍微控制一下准备金的供给量 就能够非常有效的影响到FFR 所以在08年之前啊 FOMC开会时制定的FFR的目标就是一个具体的数字 那这里呢我们就再顺便普及一下两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Federal Funds Rate Target 就是我们刚才说FOMC制定的调息目标 也正是我们在新闻里老听到的那个数字 那这个FFR Target在08年以前是一个具体数字 在08年之后呢它变成了一个范围 那我们稍微会讲 那第二个概念呢就是Effective Federal Funds Rate 刚才说FOMC开会决定是目标 那这个呢就是最终实际的FFR 注意啊因为银行之间存在竞争 所以不同银行收取的Overnight Rate是不同的 那这个Effective Fed Funds Rate 就是针对各个银行不同的Overnight Rate 进行加权计算后的一个中位数 那Effective FFR和Target FFR的接近程度 就是判断美联储调息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标准 那咱们现在回到08年以前的这个供需曲线 那我们能够看到呢 FFR的移动范围它有一个上限 它标注的是Federal Discount Rate 那我们说啊银行缺准备金了 就能够向别的银行去借 但实际上呢银行也可以选择向美联储去借 那银行向美联储借准备金的利率 就是这个Federal Discount Rate 这个利率是美联储说了算的 那为什么它是FFR的上限呢 很简单 因为银行去借钱肯定要找更低的利率 假如这个FFR高于了美联储的Federal Discount Rate 那银行直接去找美联储借钱就可以了 所以那些放贷的银行为了把这个钱赚了 就得和美联储去竞争 把FFR压低到Federal Discount Rate以下 好那这说的是一个上限 那这里FFR的移动呢还有一个下限 那就是美联储对各银行存在Master Account上的准备金支付的利息 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IORB 那为啥它是下限呢 你想啊 假如你是一个银行 如果美联储给你的利息是2% 那这时候有别的银行找你去借钱 你收它的利息肯定要高于央行给你的利息啊 否则你干嘛借给它 存在美联储吃利息不香吗 所以理论上这个IORB就是这个FFR的下限 那我们刚才说了 08年之前美联储不对准备金支付利息 所以这个下限IORB就等于0 综合以上呢我们就能够总结出 08年之前美联储调息的手段最主要就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节准备金的供给量 那由于美联储一贯希望这个discount rate和FFR的差别是有一个固定的差值 那美联储在调整FFR目标的时候也往往会同时调整federal discount rate这个上限 那这套系统呢叫做channel system 因为它像一个渠道一样有一个ceiling有一个floor 这也就解释了为啥这个准备金的需求曲线长成这个样子 因为当你存在上下两个极限的时候呢 这个曲线在这个两端是一个无限接近的状态 那以上是08年之前美联储调息的手段 但是08年的金融危机呢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首先呢美联储开始支付银行准备金的利率 那这个IORB就不再是0了 FFR的底向上移动了 然后美联储开始大规模QE刺激经济 让市场上的准备金变得过剩 那这个供给曲线跑到了右侧 这就出现了三个新特性 第一因为供给严重大于需求 市场上钱太多了 FFR就非常的坚坚于0 反映在需求曲线上就是右侧接近这一条直线的部分 那这时候呢银行没有可能需要去向美联储借准备金 那美联储的Federal Discount Rate本质上就失去了 作为这个FFR上限的意义 那第二个问题是呢 也正是因为这个需求曲线在准备金过剩的时候 向一条直线 那美联储再去调整这个准备金的供给线的时候呢 你能看到FFR变化不大 08年之前使用的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就不大了 其实啊你就不用看曲线你也能明白这个道理 市场上过剩的准备金就像汪洋大海一样 你美联储放点水抽点水都不会对海平面起到什么作用 那这两个特性呢就导致了美联储在08年以前用来调节FFR的最主要的工具呢失效了 那我们现在再看过剩的准备金带来的第三个特性 本来呢按照之前的理论 这个FFR不应该低于这个IORB的这个floor 但是实际情况是呢 FFR往往会出现低于这个IORB的情况 那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的不合理了 那既然银行间相互借贷的利率都比不了美联储给的存款利率 那银行干嘛还要往外借准备金呢 那它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呢因为整体的这个短期利率实在是太低了 在零值上摇摆 那银行间借贷所产生的这个费用呢 相对于利息来说就变得明显了 所以这个FFR加上各种费用之后的利润呢 其实可能依然会高于这个IORB 那第二个原因呢 跟我们最早说的这个Master Account有关 你要知道啊这个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美联储开设Master Account的 你说你手上有100万现金 你跑到美联储说给我开个账户 人家都不再理你的 那能在美联储拥有Master Account的最主要的机构 就是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极少数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 你所知道的大部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比如什么投资银行 投资基金 对冲基金 保险公司等等 都没有拥有Master Account的权利 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08年之后啊 美联储搞这个大水漫灌 这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手里也有大量的资金 但是他们没有资格去把钱存在美联储去赚那个IORB的利息 而银行给他们存款利息又很低的几乎就是零 那这就导致他们会去参与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短期借贷市场的竞争当中 就有可能把短期借贷利率压低到IORB之下 本来嘛人家这些机构就没办法赚这个IORB的利率 所以他们收更低的利率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机会成本 那综合以上的三个特性呢 虽然理论上Federal Discount Rate依然作为FFR的顶部上限 但是FFR实际上一直在这个IORB上下极小的范围内移动 IORB这个底成为了FFR的一个锚点 而调节这个IORB利率就成了美联储来影响FFR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那同样的美联储一贯要保证Federal Discount Rate和这个FFR之间有个固定的差值 所以在调节IORB的时候呢 Discount Rate也会跟着调整 那么刚才说了啊 由于那些不能有Master Account金融机构的参与呢 FFR是有可能低于IORB很多的 所以为了更好去控制这个FFR的移动呢 美联储需要一个新的底 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叫做逆回购的工具 叫做什么RRP 那主要呢 就是和这些没有Master Account的金融机构来做交易 那这个所谓的逆回购的意思 就是美联储先把各类债券卖给金融机构 并承诺在未来以更高的价格 再把这些债券从金融机构手里买回来 那这样呢 金融机构就赚了一个差价 你听不懂没关系啊 这个过程本质上就相当于 金融机构把钱借给美联储来赚一个利息 变相的给了这些没有资格的金融机构 一种特殊的Master Account 让他们也拥有赚美联储利息的特权 而这个利率呢 就是RRP Rate 它就变成了FFR的新底 那为啥它能作为FFR的下限呢 你要知道 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隔夜拆借都是没有抵押的借贷 而这个逆回购是有债券作为抵押品的 几乎没有风险 这些没有Master Account的金融机构 更愿意和美联储来做这个逆回购交易 别的机构想要和美联储竞争 那就必须提供更高的利率 所以这个逆回购利率就成了FFR的新底 那这套新系统呢 叫做Subfloor System 意思就是说 在之前的底部下面又拓展了一个新底 而这个逆回购的操作呢 就成了美联储用来影响FFR新的公开市场操作 那由于这套系统呢 调整的利率本身太低了 变化太微小了 美联储很难像08年以前那样实现精确打击 所以现在你听到FFR的Target 也就从08年之前的一个数值 变成现在的一个范围 Target Range 但是现在美联储正在不断的加息 并要进行缩表大规模的减少准备金的存量 所以这个准备金市场 是有可能在未来变回成08年之前的稀缺性市场 那到时候呢 美联储调节利率的手段可能再次发生改变 当然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最后总结 08年之前美联储调节FFR的工具 主要是通过Open Market Operation 来调节准备金的供给 同时用调节Federal Discount Rate 来作为辅助 08年之后的方法 主要就是控制IORB 然后通过公开市场操作 控制ON RRP的利率来作为辅助 同时调整Federal Discount Rate OK 你看为了讲清楚这么点东西 咱们得兜多大的圈子 我希望呢 我把美联储调节FFR的机制呢 为你讲清楚了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还请你为我点个赞 并顺便看一下 我和此视频相关的一系列视频 链接我都放到了评论区 再次感谢Millanote 对本期视频的赞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